大家好,我是QB老师 在上一段影片,我们介绍了如何安装Unreal Engine 5和官方的范例专案 范例专案原本的目的是展示Unreal Engine 5的新功能 不过大家可以借由它来了解自己的电脑是否适合跑Unreal Engine 5 现在再回到关卡编辑器的起始画面 官方把这个画面称为专案浏览器Unreal Project Browser 上次我们介绍了最上面的Recent Projects近期专案这个标签 那在它的右手边可以看到许多最近曾经开启过的专案 专案名称的左下角如果有像4.24这样的数字 就代表它所使用的引擎版本 而如果没有的话,例如像这个专案的左下角是空白的 就代表是用目前的引擎版本 也就是我们的Unreal Engine 5的预览版所创建的专案 在专案预览图上面按两下滑鼠左键 或者是按下下方的Open按钮 就可以打开这个专案 而如果我们开启的专案并不是目前的引擎版本 那就会出现画面上这样子的一个提示讯息 并且询问我们是要以复制一个副本 然后开启这个副本的方式 或者是我们可以先按下More Options 更多选项 然后选择直接转换 或者跳过转换直接开启它 不过后面这两个方式 通常我们都不太建议使用 比较保险的方式 我们还是希望把它先复制一份 然后打开这个副本 那至于要不要删除掉原来的专案 或者是要保留它 那就是在之后再来考虑了 在这里我们先说明一下 为什么要在电脑上面 安装不同版本的Unreal Engine 因为一款游戏引擎 可以拥有很长的寿命 以Unreal Engine 4来讲 早在2012年 它就已经推出了 这十年之间呢 它的开发商Epic Games 不断地为它加上许多新的功能 那也有些过时的功能 会被取代掉 但是基本的核心架构 和关卡编辑器的界面 不会有太大的改动 这些改动就会形成许多的小版本 那会用引擎编号的 第二个数字来代表 所以像目前已经来到了 第26版 也就是画面上的4.26 但也由于这些改动 用比较旧版本开发的游戏 如果在比较新版本的引擎上面 执行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而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 所以例如说 如果有一款游戏上市的时候 是用4.20版的引擎开发的 那在之后 它就只会继续在4.20版上面做维护 因此对于游戏公司而言 公司的电脑上面 就可能同时存在许多 不同版本的游戏引擎 那至于引擎版号的第三个数字 比如说我们回到 Epic游戏启动器这边来看 像4.26.2 这个第三个数字的这个2呢 就只是代表一个维护的版本 那所以对于4.26版的话 我们永远就会更新到它 数字最大最新的那个版本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装了四个不同版本的 Unreal Engine Unreal Engine 5的正式版本 官方宣布会在2022年初 正式发布 距离我录这段影片的时间 足足还有半年 以Epic Games过去推出新版本的速度 来估计的话 大概可以预期Unreal Engine 5 还会有至少2到3个 Early Access或者是Review的版本 而在Unreal Engine 5正式推出之前 如果要开发新的游戏 那即使是同学们的毕业专题 都还是建议使用4.26版 目前的Unreal Engine 5呢 它只适合作为学习之用 原本官方宣称4.26版 会是Unreal Engine 4的最后一个版本 不过在不久之前 官方又推出了4.27预览和Preview 这一个版本 那可能再过两三个月 就会有4.27正式版的推出 那之所以会有4.27这一个版本 主要是针对影视相关产业的需求 因为在Unreal Engine 5 尚未推出之前呢 官方必须持续加强 对虚拟制作 Virtual Production 还有像现场表演 Live Show 这个方面的支援 因为这两个都是目前在影视产业方面 需求非常急迫的功能 所以才会有4.27版 那如果你只有游戏开发方面的需求的话 其实是可以不用升级到4.27版的 再回到Unreal Engine 5的专案浏览画面 近期专案的排列 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明确的规则 它既不是依照专案名称 也不是按照专案的版本的顺序 所以有时候如果专案很多的时候 会有一种大海捞针的无力感 那这个部分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所改进 那我们在上一段影片有提到过 你也可以直接按下Browse浏览这个按钮 然后找到你要的开启的专案 直接开启它 或者可以直接从档案总管这边 开启你所要的那个专案的资料夹之后 同样点选专案的这个专案档 按两下之后就可以打开它 那另外专案浏览器 最下面这边有一个Marketpress 这一个按钮 按下这个按钮的话 就会把Epic游戏启动器的虚幻商城 这一个部分给呼叫出来 那有关虚幻商城的介绍呢 请大家在另外参考我过往的影片 我会把影片连结放在底下的影片说明这边 那在这段影片里面 我就暂时不去介绍它 这里也顺带提到一下 Epic游戏启动器占用的记忆体的量 其实不算太小 所以在平常不需要使用的时候 会建议大家把它整个关掉 那我们再回到Unreal Engine 5这边 在Uson Project底下有四个按钮 这四个按钮是用来建立四种不同类型的新专案 第一个是游戏 那第二大类是影视跟现场表演这一类的活动 第三大类是属于建筑或者是工程类的这些专案 第四大类呢 则是跟汽车或者制造业或者工业设计有关的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区别 因为在每一个大类里面都提供了不同的范本 我们先从游戏这个部分来看 我们点下游戏这个标签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些预先设定好的范本 第一个是空白 第二个是第一人称的游戏 就是直接从游戏玩家的视角看出去的这种方式 第三个是拼图 puzzle这种或者说解谜游戏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第四个是第三人称游戏 再来是类似像英雄联盟的这种 top down 从上往下看的模式 那第六个是扩增实镜 AR这个主要是搭配手机在使用的 第七个是VR虚拟实镜 跟头盔等等这些有关 第八个是汽车 赛车类的游戏 那如果以旧版本来看的话 还提供更多的类别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现在所打开的 这个是4.26版的 这个project browser 那这边的类别就总共有13类 比我们在Android Engine 5的八类要来得多很多 那我们可以预期在正式版推出的时候 这些应该都会再加进到Android Engine 5这个地方 那除了这八类的范本之外 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第三人称类型的游戏 当然我们就先选到Third Person这边 那在右下角这个地方 这里是选择你要用Blueprint蓝图的方式来建立程式 还是直接要用C++来撰写 那我想对于初学者而言 都是会使用Blueprint 那真正商业游戏里面来讲的话 那可能就会有非常大的比例 会是用C++来撰写 以求取最好的执行效能 所以这边你可以去切换它 那这个在专案执行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可以再切换的 接下来是选择你开发 最终的游戏执行环境 是在桌上型电脑 还是在行动平台上面 这里可以做切换 再来是画面的品质 是高画质 还是一般 那Scalable大概比较主要是用在 像手机这样子的平台上面 如果是在桌上型电脑的环境里面 通常我们都是选择Maximum 接下来的Starter Content 是官方会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起始资源包 那这个起始资源包对于初学者来讲 会提供很大的方便性 所以对于初学者而言 这一项我们都会把它勾起来 等到你慢慢熟练之后 这一项就可以拿掉 可以省下好几百Mega的专案空间 再接下来RedTrack光机追踪 那这一项本来是像所谓的RTX系列 支援光机追踪的显像卡 要使用的时候会把这一项勾起来 那但是在Union Engine 5的一个 新推出的功能里面 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所谓的Lumen 它的新的打光方式 那Lumen跟RedTrack光机追踪 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 所以反而在5.0的游戏专案里面 除非你很明确的知道 你想要使用光机追踪 否则这一项就不需要勾起来 那你自然而然就会享有 新的Lumen的打光方式 所以简单一句话 就是对于初学者而言 这个部分你完全不用去管它 那接下来Project Location 就是你的专案预定要放在什么资料夹 那在上一段影片有跟大家讲过 我建议不要放在C磁叠机 请你在D磁叠机 另外建一个适当的资料夹来放它 那所以你就可以先点选后面的这个Brows 然后比如说你有D磁叠机 或者甚至有E磁叠机 然后你再按下新增资料夹 在这边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 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接下来就是专案名称 那专案名称记得它不能够用中文 中间也不能够有碰格 大部分的特殊符号也不能够使用 所以主要就是用英文的大小写 跟数字的1234 那甚至大小写是没有区分的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要先记得 那设定好之后 你就可以按下Create 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专案了 接下来我很快地再把这三个按钮 这三个标签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来到我频道的朋友 可能比较主要还是在游戏 这一个方面 那所以这边我只很快地带过去 影视部分的话 那第一个就是空的专案 第二个是Virtual Production 主要支援在摄影棚里面的一些 虚拟制作 比如说这个绿幕合成 或者现在很热门的LED显示屏 等等等等的这些功能 你就会选择Virtual Production 那DMX 这个主要是用在现场表演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到DMX 这样子的一个规格 这个规格是支援一种特殊的硬体设备 它可以做现场的光控 还有其他的一些硬体特效 比如说爆破等等这些效果的 我们可以透过DMX控制器 来控制这些周边设备 那第三个In Camera VFX 是所谓的摄影机内的一些特效效果 那这个也是都是比较属于影视 专案制作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用到的一些选项 那接下来的这个所谓的AEC 就是建筑工程跟营造这三项 那在这边 第一个是所谓Archifix 就是Architecture Visualization 我们可以选建筑预览图 主要就是建设公司 要做一些很漂亮的这种建筑效果图的时候 会选择这一项 那HoloLens Viewer 这个是支援Microsoft的HoloLens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AR VR的装置 那这个Color Viewer 主要是支援在VR的环境之下 你可以戴上VR头盔 走进那个建筑场景里面去做互动 就会选择用这个方式 所以这三个都是比较跟建筑有关的 那如果以台湾大部分环境里面来讲的话 跟建筑有关 大概会比较多是选择Archifix这个项目 那再来就是工业设计这一块了 那所以它一样有这个Color Viewer 这一个项目 那一样有HoloLens这一个 那Photo Studio的话 就是比较 我们以这个图上来看 就是它可以用非常高画质的方式 主要是像这个汽车等等之类的 就这个预览效果 那另外 在Product Configurator的话 是额外增加了一些互动的功能 比如说我可以切换这个车漆的效果 不同的漆 或者是比如说我的天窗 可不可以打开等等等等 一些 就是说相对来讲的话 这个部分会有比较多的互动 那这个部分比较是着重在于 逼真效果 拟真效果的呈现 OK 好 那以上就是有关 这个专案开启 以及新建的这个功能 我们在下一段影片 再真正的进入到关卡编辑器 那这段影片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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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